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小企公略》 我是Stanley 今天很开心我们身边继续有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邮騰华局长 大家好 还有中小型企业总商会我们的巢户长 在我们身边的 继续来探讨一些中小企营商的问题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最近国际的形势变化得很大 会长我们是不是都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想要请教局长 这个当然了 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请到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香港中小企的营商环境 和面对国际形势 首先我要回应局长 最近我参加了由香港特区政府和教法局 参加的《一带一路论坛》 我本人其实都出来了几年 我的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 更加受到不同的国家的重视 我们香港其实正正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亦都可以真的发挥到我们香港 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的优势 在这里发挥到我们香港 做一个在一带一路上扮演的角色 那这里真是很感谢局长 我们中小企界每一年都举办了一个这样的城市 但是今天也都在这里趁机会 真是很机会想请到局长分析一下 现在国际形势大家都明白 都那个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各方面 都有些起了不同的变化 跟我们以往这么多年 在这里正正邀请局长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中小企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 多谢会长提及最近贸易战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回顾香港从来都是自由贸易的最大的得益者 也都可以说向全世界显示 其实透过自由贸易消除壁垒 大家都是一个商赢的局面 但很可惜有很多时候 未必每样东西都如我们所愿 例如中美之间 甚至美国和欧盟之间 会不会牵起一场很大规模的贸易战呢 如果是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逆转了过往这20年来 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 全球透过消除贸易壁垒 而鼓励自由贸易这个趋势 这个香港是值得要关注和加以担心的 尤其是中小企 好像我们大家提到的 我们个别的企业本身的力量有限 而且可能它是一个市场几个买家 可能已经对它来说是一个重大影响 因此如果说透过一些关税等等 这个国家会施加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企业的情况 站在政府立场 我们香港尤其作为一个世贸单独的成员来说 我们一定会在世界贸易组织 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里面 争取推动消除壁垒 这个香港本身是一个声音 而过往几个月来说 香港也是这样做 香港也都对美国不公平 或者是有其事性 施加于香港的一些措施 虽然可能是很少量 比如在2月开始的时候 232那个法案 对香港的累财施加的措施 我们是举利力针和它进行交涉 但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 我想有几样东西可以做 第一就是在那个保底里 过往这么多年来 接近20年来 我们都有一个中小企的信贷保证基金 这个就是好天的时候 就是预了有时风雨的日子里面 万一出现一些 因为外围因素影响信贷的时候 这个保证仍然存在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会用 但是这个是一个保底的 第二方面来说 我们最近也和出口信用保证研究 谈过就是 他们会特别为中小企 做多一些的东西 比如是什么呢 比如去拿一些叫pre-shootment的assessment 就是我去看看 我和那些买家去谈的时候 它那个风险去到哪里 这类的免费服务它会增加的 另外也就是有鉴于 现在可能风雨变息之间 今天我们下了订单 持几天才去赴运 但是如果在赴运之前 出现问题的时候 怎样呢 那信用保证局也都 在这方面来说 多了一个保障 就是说如果跟他们买那个保险的时候 除了在赴运之后出现问题 如果在赴运前 是出现一些违规的情况的时候 都有一个保障 那这些是很具体的帮中小企 但是中长线来说 香港都必须要托阔那个市场 其实在近二十年之间 香港实际上是做了这方面的事情 二十年前 美国是我们第二大镜围伙伴的时候 占我们总贸易量是14% 今时今日它的地位已经减半了 是7% 而反而我们刚才谈到 东盟已经是上到我们的第二位 它的位置已经凌隔于美国和欧盟 其实这个不是说特别 我们想去挑三选四 选这个市场 不去那个市场 反而就是我们往往是 跟最贸易开放的地方 做生意 那这方面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些贸易推广 中小企的市场拓展 升级专营 都是有帮助 就是给我们的中小企 在我们周边的地区 以至全世界开拓市场 其实呢 在这里呢 我们都不得不赞 赞予压局长 和特区的政府 因为其实 自从美国他那边 宣布了 说有五百亿的贸易问题 再加上二千亿 很早压局长已经是 叫了我们的商会 去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 或者反应这个问题 而出口商业保险局呢 也都即时推出了一些 很及时的措施 那在这方面呢 就和局长一报告 其实我们已经将 ECIC他们的比例 你知了 我们发送给一些会员 就是已经是 就是业界呢 其实已经收到这个 及时的信息 去怎么样 就是面对我们的一个问题 也都在这里 和局长一报告一下 那我们就 在内部 我们商会 现在的内部 也都做了一个内部调查 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 就是如果现在发生的 对我们的会员有多少 有多少影响呢 那我们也有些题目 有些会员答 那这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收回 分析之后 就会担回第一局长 等一局长去考虑 那这个就非常之好 局长已经说了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也是在世界的经贸环境 顺着万变之间 政府又政府做了工作 但是必须要和业界 尤其是和商会之间 第一时间去谈谈 所以我记得 就是两三个礼拜前 我们即日通知的时候 就是把所有商会 包括你们的商会 都坐在一起 那你们都提到 如何在出口保险方面 可以帮到 那第二天 我们就是和本局谈的时候 他们都确实是采取了一个措施 这些每一个措施 可能都是未必可以逆转大型势 但是起码给我们自己的企业知道 政府和他们一起走这条路 也都可能在居安思危的时候 更加要想一想 长远来说 是不是要再做多些事情 就是令到我们那个市场的空间 越是扩大 越是可以在市场逆转的时候 可以的风险是减低 其实这个正是我们中小记做生意的 其中一个分散风险的方式 就是我们中小记做生意 我们都不可以有单一个客人 或者把客人的供应基础很小 其实我们就盡力将风险平衡 这个正是特区政府 带来我们中小记 就是在做我们的这个角色 正如会长经常说 有98%的企业是中小记 相信政府和我们的会 不断地支持在下面 希望更加多的资讯 更加多的好消息 会带给我们的同业 在这里 我要多谢我们一同华局长 在百分之中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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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席我们今天第一集的中小记攻略 那就是给了一些很及时的信息给我们 也都介绍了将会推广 加注的那25亿那个市场推广基金 在这里 其实局长我也希望 以后再有更好的消息 带给我们中小记 那我们增加我们的营商环境 一起为我们香港的经济 一起建筑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